周五7月13日全球贸易局势愈发紧张,现货黄金年跌两日迎来板台局势,冲击1250美元关口微果,仍处于在1250美元关口下方。 美国6月通账年率摊升,美元短期内似乎仍存在上风冲动,美元指数不甘示弱远涨四个交易,再度冲击95美元关口,创两周以来最高水平。 现货黄金周四开盘至1241.97美元每盎司,最低下跌至1241.41美元每盎司,最高上涨至1248.60美元每盎司,首盘至1247.39美元每盎司,上涨5.43美元,涨幅0.44。 美国公布的6月份CPI年率符合预期,且好于签值,承接先前公布的强势美国PPI数据,进一步盘实了市场对美元主今年将再升息两次的预期。 具体数据显示,美国6月为几条CPI同比增长2.9%,创下2012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,较前值高达0.1个百分点。 美国6月为几条核心CPI同比上幅2.3%,为2017年1月以来最大涨幅,前值为2.2%,由于服务业和机动车辆生产成本上涨,周三公布的美国6月PPI数据涨幅超过预期。 创六年半来最大同比增幅,潜在的趋势继续表明,通胀压力不断上升,可能或使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,驱动美元短期升值的基本面因素依然完整。 市场对美联储今年至少再加息两次的预期继续为美元提供有力支持,在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,投资者可能蜂拥摆入美元避险。 因此美元短线有望进一步上扬。 美国投资公司协会与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,美国基金投资源自大宗商品基金撤资10亿美元,当中包括投资于贵金属的基金,这是2017年7月以来最大规模撤资。 三景株有险托银行市场策略是亚加科西拉称,全球经济形势不错,而且美国经济极为强劲。 这意味着利率会继续被上调,投资者目前关注美国经济强势的迹象。 30日联金融首席外规策略是Minorio Kitty称,由于有价高企,消费者通胀强劲,进而给美元构成更多支撑。 基金研究公司里摆上周到数据显示,贵金属大宗商品基金连续第九州资金流出,光是6月就由20亿美元撤离,创下2016年12月以来最高。 美国参议院周三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略加阻挠,支持一项无约树立动议。 在特朗普决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采取关税行动时,国会可以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。 参议院以88到11票的表决结果支持该项动议,包括该动议在内,部分共和党议员,希望阻止特朗普不断加大行动力度, 以解决他认为的国际贸易不公平问题。 他们担心,与中国,以及与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等盟国的贸易纠纷,可能损害美国企业并推高消费者物价,由此给美国经济带来打击。 这个措施的主要提案,人为共和党参议员Bob,Cocker,Jeff,Flade以及Pat,Tumi他们撑周三的行动,是就自立体进行测试性表决。 Cocker在参议院的发言中承认这个表决只是一小步,但冲他将继续推动,进行具有约束力的表决,而且相关表决有望在近期排上议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